这支影片我要在乐华夜市 吃很多东西 首先 为什么我们要来乐华夜市啊 不是说很多观众 说我们要来乐华夜市 然后我跟你说 不要来乐华夜市吗 因为我们没有要符合观众 想要看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在乐华夜市要来乐华夜市 你这是观众的努力 我小不起你 然后我觉得因为台湾人呢 自己都会有自己觉得 很好吃 很好棒的夜市 我今天跟朋友讲说我要来乐华夜市 他就说干嘛去乐华夜市 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说 他就说乐华夜市很好吃 所以我再也不相信台湾人了 我要自己来吃 然后这个系列呢 我就要评全台湾的夜市 哪一个是最好棒最好吃 口罩是不是太小 对有一点 然后我快就要自己了 然后一样哦 不好吃的店 我是不会讲哦 为什么我要当你们的白老鼠 哪一个店我要让你们自己来吃啊 哈 好去吃吧 第一间走进来就好多人排队啊 这一家 这次 洗鱼串 店炸的呢 好烫哦 蠻不错的呢 蠻OK的哟 外面是碎碎的 里面有蛋 那个口感蛮不错 咸咸咸的 一开始还学不起 这排队的店 又是写着说 观光客来吃 表现还不错哦 乐华 第一间还不错 所以其实每间夜市 卖的东西都大同小也 我看到都是鲜酥鸡 乳味啊 我必须先称赞一件事情 乐华夜市的公厕很干净哦 这件事情很难得 这要称赞谁 就是乐华夜市的某个人 把这个厕所弄得这么干净 然后刚刚走过来这间 感觉蛮多人的 所以没什么原则 看到很多人就想要吃 它是素食 姐姐不好意思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素卤饭 没有 然后上面是什么肉 呃 它是 也不知道没关系 所以没有人知道 原来不是只有机器后面的男人 不知道 学台湾都不知道 学台湾都不知道 哈哈哈 蛮特别的呢 素的 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吃乳肉饭 可是我觉得素的乳肉饭 做到这个程度 完全OK 因为我怎么可能是喜欢吃素的人 所以我对他的期待 就很高了 结果他有过关 是什么味道 很特别啊 等下你要吃吃看 就是 你吃下去你就 答疑自己说 是乳肉饭吗 好像是 好像又不吃 哈哈哈 那我问我吃下去 感觉是那个 鲜菜 鲜菜 对 等下你自己吃呢 然后这个是 汕头意面 你知道吗 我阿公阿嬷是汕头人 他们是从汕头移民过去 泰国那边 那会做什么汕头家常餐 没有耶 我成长之后就 已经 泰国化了 有酸菜有豆芽菜跟面 很清淡 蛮好吃的 因为喝汤喝下去 那个感觉是很舒服耶 就很顺口 然后面也是 口感蛮OK的 我是觉得好吃 我是觉得好吃 怎么样 我说美化什么东西 真的美化你的用 我是觉得好吃 可是 它的好吃就是 很清淡的好吃 因为我本人不喜欢吃 清淡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它 OK 因为有些东西 清淡吃下去 啪的又翻桌 很难吃这样 可是这个不会哦 不不不 完全不会 你现在挑衅什么喝 男吃我会讲好吗 男吃我会讲 OK 地瓜球 在台湾的夜市 要排队吃地瓜球 为什么 我看它很好吃 地瓜球不就是那个样子 不行 很难吃啊 因为你买的 泰国地瓜球很多 也不用排队啊 要排队吃的地瓜球 有紫色的 我们继续吃别的东西吗 等一下 怎么样啊 它就是地瓜球 为什么要排队 因为不是男吃啦 它就是 它就是地瓜球 哈哈哈 它也能好吃到哪里去 地瓜球是地瓜球 那个样子啊 气死人的排队那么久 有很多人 推荐我吃 竹嘴糕 他们是不是 不怕死 推荐什么口味啊 要辣的 一个 很多人都推荐这一间呢 不怕 谢谢 竹嘴糕 然后果花生粉 跟香菜 很多人叫我来吃呢 哎 到底会怎么样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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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鸡 等一下 坐鸡 等一下 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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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推荐的 我知道 我没有骂你啊 嗯 来唱歌吧 我还没忘记 你忘记我 这是好吃吗 唱歌 对啊 这就是意味着 好吃 来我们先离开这边 因为老板在旁边 看着我呢 我在笑 你看我在笑 我在做自己啊 有很多方法做自己好吗 我们先离开这边 哈 就是那种美式台湾人 给我推荐 这个家 猪水糕很好吃一定要吃哦 就是老年纪就不喜欢吃猪水糕啊 为什么一直推荐我吃猪水糕呢 搞不懂啊 你们这家台湾人都要干嘛 这家有好多人排队哦 我们点的是三鲜羹 三鲜羹 就是有三个海鲜的羹 有意思吗 没有人知道没关系 有这个 有鱿鱼 鱼吧 有虾 嗯 好像听到自己的名字 耐力好大哦 哈哈哈 啊 好吃呢 因为这个灯呢 是黏黏黏黏黏的 它是偏甜的 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鱼 炸的很大呢 套在这个黏黏的汤 这个是鱿鱼 很好吃 我很喜欢 可是我就不想争战那么多了 一定不是业配 哈哈哈 这个是蜜汁烧卡 我刚刚也看到人去排队 哈哈哈 就只是看到有人就感觉可以买 哈哈哈 然后里面有点杏鲍菇 小鸡腿跟香肠 里面还有鸡皮 先吃杏鲍菇 继续吃香肠 哈哈哈 然后是 鸡腿 然后是 然后是 鸡腿 鸡腿 鸡屁股 鸡腿 鸡腿 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错哦 来 我们继续 往别的东西 哈哈哈 你干嘛一直 别让我讲话呢 你的反应所一直 就是天气很好 然后就是我爱世界 我爱 人们 爱了台湾 哈哈哈 真的吗 可以丢吗 要不丢啊 都可以啊 你开心就好 真的假的 没有啊 泰国有这个吗 去泰国没看过 什么意思 泰国什么都有好吗 真的 哈哈哈 可是这很难呢 还不玩了 不跟你玩了 拜拜 谢谢 乐华到底要多长啊 要我走多远啊 那些要发脾气了 我走好久都还没有逛完 乐华夜市 居然有很多人在排队 买木瓜沙啦 而且去泰式的 老娘这位泰国人 居然不知道 乐华夜市有好吃的 木瓜沙啦 因为在我们泰国人的 朋友圈里面 没有人提过 乐华夜市的 泰式木瓜沙啦 他们都讲了 就其他地方啊 不会提到这边 没有听说过 这边有好吃的 木瓜沙啦 所以等一下 就是 等着看 真的 好多人排队哦 而且都是台湾人 好吃的木瓜沙 应该有泰国人排队 应该是所正宗的 泰式木瓜沙啦 应该会有泰国人排队 因为泰国人 一定要寻找 好吃的泰式木瓜沙啦 那是我们的国菜 所以 蛮特别的 刚刚等了快 40分钟吧 我的妈呀 超久的 吃个木瓜沙啦 就要等那么久啊 我先确认一下 我是不是因为怒气 好像不是 一位是做的 有没有生气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 没有哄到我们泰国朋友圈子里面 这已经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了 这就是 他就不是我们熟悉的木瓜沙啦 这种吧 不管是甜度 酸度啊 你们台湾人喜欢吃就好了 我尊重 我觉得 在我们这么自由的地方 大家喜欢吃什么东西 都可以 好 接下来是 有泰奶啊 来喝喝看泰奶好了 台湾也是卖好多泰式的东西哦 我要一个 泰国手冲奶茶好了 泰国甜跟多冰好了 泰国甜跟多冰好了 泰国甜 我买过啦 我怎么用印象就代表多 我怎么用印象就代表多 我先用这边好了 可以牵纸的吗 好啊 谢谢 我们挑战直接在这里讲 要我在这边就这样 没错啊 找空旷的地方 这不空旷啊 不要违法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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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喝过了 然后完全没印象 就代表说 他来喝喝看 到底会怎么样 难怪会没印象 它有甜啊 有达到泰奶该甜的甜度 因为我刚刚点的是泰国甜 然后多冰 可是呢 它的味道就完全是台湾人喜欢的那个味道哦 真的 我不骗你 就是一喝就是 哦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 那个泰奶的味道 对 就这样 你要回去把那个签名擦掉 没有做人不要这样 好嘛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人 可以帮个忙 没事啦 等下把那个 诶我刚刚喝了吗 撕至成这个样子 那它擦了什么 首先我觉得它的炼乳 跟泰国的炼乳不一样 泰国的炼乳的香 跟甜 跟台湾的炼乳是不一样 然后 讲真的哦 泰奶的橘色更橘哦 因为它的色素成分可以较高一点 所以运进台湾的时候 可能就是减掉那些色素 所以那个色素本身 它就有独特的香味 所以它就是减少 是不是它的问题啦 颜色不对 接近 可是泰奶更橘一点 还有什么东西要吃吗 蛤 蛤 你好 这是萨维嘛 是什么口味好吃呢 我吃辣的呢 谢谢 可是萨维嘛 不是台式料理啊 为什么台湾夜市会卖这种东西 好像每个夜市都有啊 对 感觉每个夜市都有萨维嘛 可是萨维是台式料理啊 那为什么会有 你问我 你问我 哈 你是说啥 什么台湾啊 哈 你跟台啊 因为你是金格台课训练 哈哈哈 我来吃东西 形容一下 哈哈哈 很普通啊 就是它那个酱 配那个番茄酱里面 然后就是 有高丽菜啊 有洋葱有肉 就是这样 你吃过夜市的萨维吗 没有 我有吃过 稍急一点的萨维吗 所以你就知道我的答案 是什么了吧 可是 是不是他的问题啊 可是他就很普通啊 然后就是 有一个工作人员推荐的跟什么一样 哈 到底在干嘛 哈 是我 哈哈哈 对我真的不是你 原来全台湾不止机器 后面的男人 不懂美食 我们整个团队都不懂美食 哈哈哈 不是不好吃的啦 我再洗一口给你们看 不难吃 不难吃 来啊 就是今天好饿 给我吃这个我不会生气 这么评价对人来说是好饿 就过关啊 怎么样 你一直挖什么坑 他以为老年会跳进去哦 他以为老年会跳进去哦 只要你之后逛夜市都被打 哈哈哈 这个是日月坛红茶 都没有冰块耶 到底在干嘛 选堂选冰 我先回家 哈哈哈 再戴口罩 再讲 怕嘴型被看到 有人堵我的嘴唇怎么办 有说到音吗 有说到音吗 就是 茶香是蛮香的哦 需要承认 可是呢 这么香的茶 应该要更好喝才对 哈哈哈 所以让我觉得 很有冲突感 就好像喝很香的百块水 满意的吗 这个是 好难哦 这很特别哦 这是我们公司的行政 咋 推荐的对不对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哦 这个冰是一片一片的 现在呢 要跟Pong姐对话 哈哈哈 你们在干嘛 直接拿走去 Pong姐 我很爱你哦 可是 Pong姐在干嘛 他的这个料哦 就是这个 一圆 芋圆 小粉圆 绿豆 是好吃的 然后 哦 谢谢 哦真的吗 我很有名吗 谢谢 怎么办 他来的真是时候耶 哈哈哈 我先改一下 这些东西是好吃的 然后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冰呢 蛮特别的 可能Pong姐有它 独特的品味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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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外景觉得很为难的 到底我要怎么讲 他的这些料很好吃哦 但他招牌的这片冰 他的这片冰哦 就是 可能有人喜欢 亨姐喜欢嘛 对不对 老板有交代这个 里面有花生 没有人知道 没关系咯 诶 他吃 那些什么呢 啊真的吗 自己要这样咯 救命 哈哈哈 要炒味很重耶 完全不点 然后 各花入各眼啊 哈哈哈 然后感谢老板的招待 吃完了啦 终于 而且夜市到底要大到哪里去啊 我逛的时候要发脾气咯 哈哈哈 太大了我的妈呀 还有东西呢 我有蛮多我喜欢吃东西的 然后也有蛮多东西 真的蛮普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过关的 然后 有一些东西 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吃 所以他就是 不过关 总之他整体的表现真的还不错哦 不要再问什么东西 我没有要讲什么得罪人的话 给我闭嘴 好吗 不要试图说觉得哪一件很雷 还我已经心心静静面 我要问你 看南机场上还是下 他的表现 会进我目前的前山 哈哈哈 会进吗 因为继续了 我也可以 哈哈哈 他在南机场上还是下 等我们去逛完所有台湾的夜市之后 那个陈基之后来了 急什么 哈急什么 哈 其他夜市要加油哦 可是应该蛮简单的 如果你要赢乐华的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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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就是厕所真的太干净了 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逛完乐华 留下来的印象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自己要这样讲 哈哈哈 忍不住啊 忍不住啊 本性难改啊 好咯 我都已经应观众的要求 来乐华夜市逛了 所以 观众记得去按赞 订阅界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的所有平台 不管是FYT IG 然后你想要我去哪里逛 就留言吧 反正机器后面的男人会看 哦 然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哦 机器后面的男人 就是机器后面的男人哦 很难约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就这样做的 你看 就是 新闻 看 你 看